新增55例本土和5例死亡 确诊人数新北23例 台北22例 其他县市零星确诊数低 有没有可能7月12号为解封 餐饮开放内容 疫情的控制 那还有这个相关 就刚才讲是餐饮业 它内部的管理跟因应应变 那经过我们的检查 那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松口有希望终止能不能复赛 陈时中给条件 我等这几个群聚 若有比较有信心 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那再来做这样的一个考虑 期待疫情能控制 但疫苗第一剂涵盖率 只有8.35% 外界也担心 有没有办法如期打到第二剂 朝着让大家能够达到第二剂 但是并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 疫苗策略先广再强 想拼下半年覆盖率六成 还松口第三剂计划 整体在施打第三剂的一个计划 相关的一些购买的谈判 都已经展开了 那就展开一阵子了 本农报群聚指挥中心也公布 批发市场防疫指引 热区的风险区域就只有两三个 那在这几个风险区域里面呢 我们就会要求来暂停营业 那基本上至少要三天 有确诊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 前后左右邻近摊商匡列 风险区暂停营业至少三天 有群区最大容流降载至50% 管控降低疫情发生率 杜绝社区传染风险 三天新闻消息之三末捐 台报导